从铁台次来说 女生是说 我吃定了你了 男生你提到 我刚才问了很多反文句 关于蓝尾炎的 我只是想让你证实自己 这个感情在你心里没了 不喜欢 不再爱了 就走 接下来一起净十秒 我觉得 如果我们可以 互相改变的话 为对方能够改变自己 不要说现在又说一些 让别人伤心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改变 我还是很喜欢你 我不想放弃你 我就觉得 我们没必要因为 这样的事情分手 我觉得 我真的想和你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 刚刚主持人 还有各位评委说的 也很对 我也有自己很大的问题 然后 你其实也有很大的缺点 我就觉得 确实我们俩的感情吧 就是 真的就是 就不知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 觉得 其实就是说 可能互相 互相就是 开始新的生活 可能对未来还光明一些 所以我就觉得 来 请亮灯 到最后一次尊严 都不想拿 谢谢两位 请回吧 人家女生好 好笃定的 我们俩在一起 没有光明了 来 请官们 看结局 请开门 来 来吧 我想对他说 真的 你这样子直接把我 抛弃 你以后 肯定不会幸福的 我对他这么好 我这么能容忍你 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我们都被抛弃了 我们就别说了 不说了 回去吧 小伙子